Hello 大家好 又是Dr.Zep 今天Dr.Zep講故第五集 今天講特別的東西 比較靈異的東西 在醫院裡面其實我們都遇到很多靈異的東西 如果想聽的話 繼續收看 今天我就幫你分享一個比較靈異的現象 其實我們做醫生的 經常都會遇到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一集我就幫你分享一個一個個案 這個這麼特別的個案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靈異呢 好 聽清楚了 話說有一天在我們的Critical Zone 就是我的言文進士部門 你知道的 急症室那麼多人 有什麼靈異的東西會發生 其實會有的 你知道我們的emergency裡面有一個比較 我們說的那些叫做resarse zone 就是我們那些比較critical ill的patient 我們全部都放在那裡的 那裡都是很多往生的人 往死或者是那些撞車死的 那樣又說有一天 一個婆婆是因為肺炎 進入了這個critical zone 進入了這個critical zone的時候 這個病情其實去得很嚴重一下 有一點精神彷彿 那樣我的朋友和我 就這樣進入了這個critical zone 那我朋友就被一個neurse叫過來 說婆婆的那個針掉了 你知道嗎 因為婆婆精神彷彿 這樣她會不小心自己扯了那個針出來 那我的clic就走過去了 走過去快快就快點止了血過後 然後就開始放多一個新的針進去 這樣她在放針的時候 突然間婆婆醒了 她有時昏迷一下 有時醒一下 醒了 眼睛開著大大顆看著我朋友 看著我朋友 因為我朋友是站在前面的 她是躺著的 她是躺著的 我朋友是站在這裡 這樣她的眼睛大大顆看著她 而且臉好像很害怕 這樣我朋友就說 婆婆你什麼事啊 這樣看著我 婆婆不出聲 真的不出聲 站在前面看著她 那個neurse也是這樣看 因為我朋友的neurse在旁邊 就看著婆婆 很可愛 我問婆婆你什麼事 有痛嗎 我們刺針是不是很痛 她說婆婆就是很穩定 很穩定 那我朋友就不管了 就把針放好 全部包起來了 然後婆婆就關上眼睛 然後我就出來說 沒事了 釣著水 過了5分鐘 6分鐘 因為我們釣了水 婆婆就開始有一點精神 婆婆叫 再叫再叫 我朋友走回去看 看什麼事 她說 Doctor 她會說 Doctor Doctor你又看到沒有 我問我看到什麼 我朋友說 是說你插針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 是說有個小朋友坐在這裡 是打針 你插針的時候 有一個人站在那裡 那個小朋友站在那裡 看著我 我很害怕 我出不了聲 好像我 定了下來 我是不能動的 你不要看到 嘩 那時候我們武館動 真的動到 我害怕到我 那時候 說真的 我那天做night shift 那天四兩點 早上 喂 這裡人氣那麼多 不可能 我們醫生殺氣那麼多 醫生扁皮 這裡站著 搞錯啊 真的 所以我說 唉 不行了 你們真的 唉 真的回去洗個花水涼 我說 問這半 好 這件事就傳了出去 大家都很害怕 回到那個床位 尤其是床位 是角落頭床位 你知道嗎 角落頭床位 每個人都害怕 以後不敢去那裏做 那裏做 真是 唉 所以這些趣事 其實可以 想回頭 其實又好笑 又好害怕 那樣 好了 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記得了 又是同一句 訂閱我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和我的TikTok Follow 和分享這個事情 給大家 希望大家 兒樂一下 好 就這樣 拜拜